幸福企业要增上 劳动权益要保障 大同医院经营权年底将一组长庚 引起地方民众争议不断并持续延烧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日前提出五点质疑 首先是卫生局是否在标案前 密切与长庚接触 二市高一在评选时 出评和复评的程序上是否有依照评选规则 第三则是在协商过程中 加码条件有泄漏疑虑 导致出现了不平等竞争条件 在这一次大同医院的议约过程当中 产生了很多的社会大众的讨论 譬如说第一点有关于标案之前 是不是跟长庚医院密切的做接触 还有呢大同医院的经营者 也就是现在的高一 是不是这个出评第一 而且先报告的人 然后复评的时候逆转败 卫生局所指的是 长庚医院出评才是第一 但是在整个合约的内容里头 有写到在这个出评第一的人才是签报告的人 所以呢在整个程序上面是不是有没有按照规矩来 按照合约的内容来是有待讨论的 第三点是有关于高一 没有被协商加码的部分是不是属实 那我们目前所得知的是 高一在最后的五分钟的协商过程里面 并没有被告知是否需要再加码的部分 直接就在这个前面的报告的部分 被告知必须要承诺 那他们也都答应了 那但是呢也许在长庚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似乎可以看到 有一些知道高一加码的 高一的条件而被告知是不是要加码 那所以两边是不是有不平等的关系 我想这个也是必须要跟社会大众来做个说明 陈丽娜进一步指出 市立医院接手公立医院的执行力 高一能力及效率明显胜过长庚 而这部分是否纳入评估 最后在权力金部分 长庚在高于高一情况下 是否成为高一最后退场的关键 市府卫生局应该公开透明来告知社会大众 第四点是有关于执行能力是否纳入评估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长庚的团队跟高一的团队 都有接我们高雄市立医院的这个部分 那但是两家的这个执行能力 就目前社会大众所看到的是 在长庚所接收的凤山医院 事实上在整个工程上面是delay的 那但是高一所接收的小港医院的工程 却是如期完工而且已经在营运了 所以执行能力是不是有好好的被评估 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部分 那第五点是有关于权利金10%的部分 是不是到最后成为关键的这个决胜的原因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卫生局也公布了到最后权利金 的确是长庚高于高一 那所以在现在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卫生局 把一些重要的数据都公布出来了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希望呢卫生局必须要把这个现场的录音录影 如果你已经认为现在的资料可以公布了 也请向社会大众公布 不要像挤牙膏式的方式一点一滴的来讲 让大家物理看花 陈丽娜除了希望卫生局能够详实公布评选过程 毫米评社会一律外 也让长庚和高一工作团队得以理解高雄市政府的做法 继续提供市民大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品质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